星耀张仪迎来开幕五周年 这个标志性的商场将推出为期一年的特别活动和购物优惠 通过提升访客体验来纪念这个里程碑 包括推出全新版的瀑布灯光秀 以及雨漩涡雾后导览活动 随着张仪机场的航班乘客量稳健增加 星耀张仪上个财政年的人流量 同前个财政年相比也上升了26% 总访客人次中三成是外籍游客 他们主要来自中国大陆 马来西亚 台湾 美国和印度尼西亚 为了回馈访客的支持并维持吸引力 星耀张仪接下来一年将会推出一系列的中年庆活动 五分钟的新瀑布灯光秀今天起放映 而到了今年下半年 访客将能直击雨漩涡内前所未见的景象 以及星空花园的幕后准备程序 多家新店也将在五月和六月开幕 当中包括新品牌和旗舰店 访客也能购买星耀张仪主题商品 而在六月学校假期期间 星耀张仪将再次举办花卉展和青年插花比赛 旗舰丝 旗舰